使用Power BI 將 Excel 活躍不匯入 只需點擊取得資料 選擇 Excel 然後選擇要匯入的 Excel 檔案 若需刪除再入的資料表 只需在欄位面板中 右鍵登記該資料表 然後選擇刪除即可 我們現在 如何取得檔案 如何取得超市範例 2017 檔案 然後放到我們的 Power BI Desktop 檔案 它的做法是 1. 點選常用 2. Excel 活躍不 3. 請點選 就是我提供給大家的超市範例 2017 不要選到2013 2013是昨天 我只是因為這個課程很寶貴 就是希望你們有比較的感覺 2017 然後開啟 做到第四個動作之後呢 麻煩第五 勾選訂單 第六 點選載入 那因為我已經載入了 其實它可以載入兩個 我就先載入兩個好了 所以再點一下載入 第六個動作點載入 你就剩下讓它跑完 那第二次又再載入訂單 所以它就叫做訂單2 相同一個資料內容 可以被載入兩次三次 好 那我暫時就先把剛剛載入的 第二次載入的訂單2 有看到哦 我把它給刪掉了 滑鼠右鍵 從這邊請注意 其實我們載入 是把它放在一個的伺服器 好 所以它在這個地方不是很單純的刪除 它是從伺服器上面 把這些 除的 像訂單2 給刪除